心情感冒了怎么办 刚刚我们的卫生局长告诉我们 现在整个自杀率或者是忧郁症的情况 我们的中高龄也越来越多 我们青少年也越来越多 那甚至自杀率在这两个族群也都相对提升了不少 那我们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检疫员 他从事长照这么久 有没有发现说我们高龄者的确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比如说退休了啦 或者是从职场退出了 然后家庭对他的需求没那么高了 然后他自我的价值也降低了 那接着他的开始互动的人群也越来越少 所以他的忧郁症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加深 尤其当他没有参加任何活动 没有社会参与 就的确会把自己给封闭起来 尤其是中高龄的男性更为严重 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检疫员怎么看待 检疫员本身是从事长照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我们机构也好 然后遇到很多的个案都会有 就是大概在机构里面 大概几乎80%以上的住民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基本上就像刚刚秘书长讲的 他其实在社会功能上面 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他有一定的退化 然后他的生理功能也退化 所以他会第一个开始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否定自己 他可能否定自己 然后他由于他病痛的关系 有可能他的行动 行动没有办法自如 也就是说他在很多时候 都需要别人来帮忙他 在这个时候 慢慢慢慢的 他就开始产生否定自己的一个概念 当然刚刚秘书长讲到男性为多 那其中是不乏也缺 不乏也是女性的一个 一个高龄的一个忧郁症的患者 那我这里可以提供几个 比较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个左眼的点 我记得我以前有遇到一个案例 他其实我一个很 很亲近的一个人 他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 我都跟他讲说 你不要无病呻吟 这句话真的很重 千万大家以后 不要再讲这句话 你不要无病呻吟 你不要在那儿找工作做 还是说你不要在那儿招牌撑 这个都不好 这个东西就对这个病患来说 其实他自己 他不希望自己是这样子 那就像刚刚刚丁副院长讲的 因为我们这个忧郁症这个东西 他没有办法被很难被发现 他没有办法被量化 他不像是体温37度 你要该怎么样了 或者你低于34度 你该怎么样了 他不容易量化的结果呢 就很容易把不快乐 跟忧郁症之间 他的界线是很模糊的 但是我发现 尤其中高龄的人 他在忧郁症的表征上面 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他的注意力不太集中 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眼神闪烁 他的眼神会闪 眼神会飘 而且他没有办法 focus上在一个点上面 就是他没有办法 专注在某个点上面 可能今天跟你讲讲 讲说 阴刀 他妈妈怎么样 一下子又讲到 八竿子打不着的 其他的事情上面 他没有办法再专注在一个点上面 他没有办法有自己的说 我今天就被安拉走 他没有办法这样讲 他一下讲这样 一下又否定自己 一下讲这样 一下又否定自己 否定刚刚讲的意见 所以那个注意力不集中 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他不断道歉 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不断道歉 我觉得有很多例子 他就在这个 不会是低至尊 对有可能 就觉得自己不好 自己做不到 对 然后他就不断的道歉 不断的退缩 比如说他就讲说 我印象很深 他就说 这件事 我们明天就搭公车去台中 过一段时间 所以说不要哩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开车好了 过一段话说 不然我们不要去台中好了 不好意思 反正一直在同夫 一直在跟你说 他这件事都他自己 一直在做 对一直在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一直不断的跟你道歉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 快要开始的一个征兆 然后再来第三个 我接触的案例 就是体重一定这样 体重这样是一个很大的表准 体重这样吃不下 他吃不下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不想吃 他就是完完全全没胃口 完完全没胃口 对于吃 对于一些会令他 以前会让他觉得开心的东西 因为他应该有个比较主 以前他认为吃很开心的 像如果今天我得忧郁症 我大概就觉得 我吃不下 大概我就忧郁症了 所以吃这件事情对 就体重降这件事情 应该是忧郁症的一个很大表准 短时间内降很多 是是是是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或增加 短时间增加很多 对 这也是 还有一个 我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个 性行为的减少 性行为的减少 也是一个 当然是要跟之前的对照主 那 不是对照主 跟自己的对照 对啦 是是是 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个就睡不着 睡不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在老人家这边 我大概遇到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那之后会用药 用药又导致白天又睡不 导致白天的精神又更恍惚 然后对他的所有的作息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想这个是老人家 我结束到的案例大概都是这样 跟大家来分享 是非常谢谢解议员 果然对于老人家的状况 非常的熟悉 然后也能够理解到说 他们的状况真的有出现了一些 需要特别关心的时候了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明宣议员 明宣议员你有小孩 对不对 我们自己在小孩 我们的小孩在成长过程 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 他从15到24岁之间 突然间就犹豫症了 或突然间就有一个 类似比较接近青少年 精神病的一个状况 就会出现 那我们也很 身边有很多朋友 就发现说 那个孩子在小时候 都非常活泼可爱 可是真的 可能是科研压力 也可能是生活上 没有着力点 然后就会在一个时段当中 就出状况了 那不晓得医员怎么看待 青少年我觉得最重要 反而不是科研 如果忧郁反而不是科研 像我们上次有聊到的 反而那个青少年啊 最重要是玩山西游戏 我们上次聊到的 被家长禁止 这种反而这种跳楼 我们常常看到 他的手机被家长没收了 或是他的游戏被家长没收了 然后就一摇一下就跳下去了 反而是这种比较多 再来我们刚才 有那个局长聊到了15岁 这种青少年我觉得反而是感情 成分的也占的蛮多的 也有那种训情的也蛮多的 对我觉得反而科研 比例占的变不多 然后另外现在我的孩子有遇到问题 这个也是我现在有带他去我们查聊 遇到有一种叫 要妥瑞是这个也是算精神的问题 也要想要请教专家 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蛮蛮蛮特别 对啊所以我觉得家长怎么跟青少年沟通 或是家长怎么扮演现在一个角色 尤其现在山西产品特别多 怎么把山西产品跟孩子做好沟通 还有我们孩子在教育上怎么把他们的感情世界啊 好好跟他们做沟通 像我们现在有女儿了吗 我们未来担心 当我们发现她感情世界的时候该怎么办 非常感谢 其实我们议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现在青少年的现况 就是在虚拟世界久了 比如说他们在网路上 不管是游戏或者互动都是虚拟的 回到现实世界 他其实不太会跟人相处 不太懂得怎么跟人互动 那其实反而就越来越退缩 那比如说刚刚跟父母的争执 他也没有办法沟通 他就直接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抗议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会觉得青少年真的 因为山西的一个投入 的确也出现一些问题 那想请教一下我们局长 就是说不管刚刚讲的青少年 中高龄 甚至我一般的成年人压力过大 甚至在心情上情绪起伏过大 到底我们南投县要去找谁 刚刚我们精神科的我们副院长 又告诉我们其实当你不想去医院 你有别的选择 有什么选择 我们台湾有64万个忧郁症的人 那他们就医的比例大概三分之一 不到三分之一 那所有的意思表示怎么样 台湾真正的黑数是有200万的忧郁症患者 好 200万的人 家家户户 一户有大概三四个人 还不包括职场同学 如果医护有四个人 我们台湾自己家人或是朋友 八百万人在受到这样的困扰 怎么办 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 他为什么不就医 刚刚我已经讲了 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或许等一下副院长可以再跟大家讲 有哪些症状是忧郁症的症状 你觉得苗头不对 你就可以找我们帮忙 我现在这边还在讲一个 台湾地区为什么治疗率低 不就医当然是 源头就不进来 不知道自己是 对 那他为什么不去 他会担心他被贴标签 刚刚刚就在我讲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 绝对不能歧视 任何的精神病人 他只是生病了 你会感冒吧 你会得胃病吧 同样的 你心情发烧了嘛 他是一个病 你就鼓励他 趕快就医就对了 不要去给人家贴标签 第二个 也不用担心 别人知道自己得了忧郁症 第三个可能是 不知道自己有忧郁症 这是不就医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就医的也是 就是说 该来的不来 另外就是来了 但是呢 他没有持续的治疗 他觉得药 药其实是可以调整 不要以为吃了药 就一直要吃药 然后是药给他带来很多副作用 其实都 现在药非常好 都可以调整 另外还有一个是 治疗不足 比如说 该用药 或是该用心理智商 结果他没有用 还有一个原因是 该被诊断 他没有被诊断 这些是 为什么治疗力不足 为什么不去就医 那刚刚秘书长讲到 我刚才讲到 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我们南投县卫生局 跟我们的13家卫生所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中部精神医疗的重症 就是药屯 院长 副院长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每一家卫生所 每一位民众 一年有四次都可以免费的机会 当然你如果超过也没关系 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没有花自己的钱 去就医以前 请你善用我们的卫生所 你用心情温度具 或是你用其他的工具 你觉得你自己 好像不太对了 小心小心 来往卫生所 这里有一张检卡 我们每一家卫生所的电话 都在这里 你打电话来跟我们约 我们每一个礼拜 都有一个早上 或是一个下午 是由我们草屯療痕院的 心理师 来到所里面来 提供心理智商 心理咨询的服务 再有问题 赶快转回去各种精神医疗院所 这个是民众都可以善用的 我们从104年 开始提供这个服务 创全国之先 我们首创 后来很多县市觉得 好像不错 就一起大家都跟 那也很好 所以 至少一年有四次是免费的 你只要觉得不对 赶快跟我们打电话约 104年做到现在 我们已经服务了三千多位乡亲 平均大概一个月有三十几位 所以 这些无形之中 我们也帮助了很多的人 不管他是 15到29岁 不管他是65岁以上 都没关系 不限年龄 只要你觉得有问题 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就来先提供这个服务 我们这里还 我们男主要做得很好 我们跟这个草存疗养业 我们是提供五师服务 不是五龙五师 那个五师 五个专业的 这个 有医师 护理师 社工师 心理 临床心理师 职能治疗师 如果需要营养师 营养师也可以进来 六师 就是说 当这个智商的过程里面 这个人需要更加的关怀 马上启动 六师服务 我刚刚讲的那些师 除了我们自己不足的之外 都是由草人疗养院 来帮我们相亲的忙 所以这一部分 我就呼吁我们相亲 真的可以善用 是 听起来我们南投 真的是比其他的县市 有更直接 更到位 然后更专业的服务 我想卫生局真的功不可没 可以创建这样的一个制度 跟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 春风团队 那是不是想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 我们的丁副院长 就刚刚我们议员 或者我们局长这边 跟我们补充一下 那确实忧郁症的症状 就是这些 就是心情低落 有的会没有兴趣 平常有兴趣的事情 变得没有兴趣 这两个是叫主要症状 那这两个主要症状的话 如果有出现 可能就真的要注意 他是有忧郁症 那其实他包括吃不下 体重减轻 睡不好 比较没有自信心 忧郁不决 刚刚有提到 很难做决定 那另外会有罪恶感 这个也蛮常见 那会觉得未来没希望 那跟自杀会蛮有相关的 就是他会觉得 他没有希望 他这个并不会好 那因为忧郁症 他本身比较负面思考 他不了解以前 他会以为他的 他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那其实忧郁的情绪 他感觉是 蛮不舒服的 每天天亮眼睛一睁开 那个负面情绪就压过来 那他就想说 那我痛苦的一天又开始了 但是所以我们要让他知道说 忧郁症就是像我们今天讲的 新的感冒 我最常鼓励我的病人说 这个就像 这真的就像感冒 只是他比感冒长一点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自杀 他一定会好 这个要给他们贯注希望 因为他们会 他们如果没有过经验的人 他们会很恐惧说 那我完全变了一个人 然后我变笨 就刚刚讲到 记忆力注意力都会变差 那我本来会煮饭 会买菜 现在便不会 学生他的成绩会变差 因为他记忆力 注意力都变不好 他上课没办法听 回家没办法呼吸功课 我觉得刚刚我们 我们那个民宣医员讲的 学生有些时候 他也是会有忧郁症 他课业会受影响 那这个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发生什么事 那如果他本身 又没有放弃自己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我应该每天要读书 要考试 为什么会读不下去 这个时候要 可能就要关心一下 因为有时候 小孩子不太会表示 自己的情绪 那他课业有变化 或者说他开始有一些 其他的行为 或变得容易生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 说不定他也是有一个 忧郁症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那忧郁的 的人我觉得 我的经验最重要是 灌注希望 因为 我们 不管怎么讲 最后的结局 最不希望的就是他自杀 对 那 一个人为什么会去自杀 他觉得他没有希望 这个是我们的研究 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他觉得他 他不可能会好 他 他的一辈子都 都没有用了 他这个会去自杀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 关注希望说 你不用担心 这个 这个一定会好 这句话是 安慰 但是 也是真的 他真的会好 这个就像 真的像今天的主题 新的感冒 有一段时间 他就会好 那 有去治疗 会缩短 会快一点 好 这样子 所以我都会鼓励他们说 你就是等时间到 不要 千万不要去自杀 那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台湾现在 越来越进步 草屯疗院除了提供医疗以外 也参与了很多 我们的公共卫生的政策 所以是有关心理资商 不管在卫生局 卫生所 或者是有一些外面的 开业的资商所 那个都可以先去 他们都很专业 如果说真的碰到 其实他们会分程度的严重度 如果说真的很严重的话 他们也会转介给医疗院所 所以这部分 我这边先跟大家鼓励 另外一个是说 有些人会觉得汇集就医 还有一个问题是怕丢脸 丢脸有两个 第一个是看精神科 我们就先不谈精神科 有人会觉得我的忧郁症 是不是很丢脸 那这边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刚刚局长有提到 其实忧郁症的人 回到几百万人 事实上真的没有错 这个我们要知道说 忧郁症其实就在你我之间 包括我个人 我也跟我变成说 其实我个人以前也会忧郁 就觉得忧郁真的是太普遍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觉得说 得了忧郁症好像很丢脸 不好意思讲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比较不好意思 是因为忧郁有时候会比较 没有笑容 没有表情 反应比较慢 好像变一个人 怕人家问或什么 那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知道说 其实你周围的人 你数看一二三四五 平均大概五个人就有一个 他一辈子会有一次忧郁症 我们不要说觉得不好意思 其实大家都有 只是说他不会讲 没有写在脸上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心理压力也会减低 就是说 那得了忧郁症就不会觉得 好像很丢脸什么什么 我通常就是也会用这一点 就是鼓励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 好 所以就说我们就知道这一点 有忧郁症也不用觉得自己很奇怪 阿吉桑先补充 一定会好 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